嗨 大家好 我是布什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6月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些文具们 听起来都很可怕 6月的最爱了都已经 所以怪不得很多品牌 都开始卖明年的手账了 真的是 好像今年的下半年 就不存在一样 就是这么的微妙 好 这个月的最爱呢 我想先从钢笔墨水分享开始 大家看到我已经摆了 三瓶墨水在桌子上了 这三瓶墨水呢 其实都是之前的开箱里面 给大家看过的 我最近不是开箱了 特别特别多新的墨水嘛 都还没有一一的去试过 但是这三个是我试的那些里面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想在这个月里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瓶 这两瓶是同一个品牌的 就是我也犹豫过 要不要介绍这两瓶 因为好像这两瓶没有了 因为是当时的一个季节限定 是台湾的这个蓝龙道具屋 这个品牌出的 然后一个颜色叫出牙 一个颜色叫山鹰 好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很嫩很嫩的这个绿色 跟下面这个乌乌的这样一个粉色 这两颜色 跟我之前买过的绿色跟红色 都不重合 非常非常的好看 尤其这个绿色 我真的没有跟它类似的这种绿色 它真的有一种那个奶油感在里面 然后这个粉呢 又一点都不腻 就是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这个粉色有那种很美的渐变 另一个 我之前我都忘记 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我特别喜欢这个橄榄绿色 这个呢是来自 灰伯家伯爵这个品牌的橄榄绿 这个橄榄绿我试了之后 就把它评为我最爱的橄榄绿 就多高的一个荣誉式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橄榄绿色 它的渐变真的是太好看了 而且跟我特别喜欢的 那个158号的蜻蜓双头比是 非常非常接近的橄榄绿色 所以嘞 这个月首先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这三个我非常喜欢的墨水 墨水之后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月喜欢的本子 这个本子不是什么新本子 就关注我比较久的朋友 应该还有看过这个本子的开箱 它是来自日本一个叫NOX的品牌 这款呢叫Orthin 是它家的这个宽版 它里面是一个活页的形式 然后它装的内心是personal尺寸 也是这个圣书尺寸 这个本子呢 一开始我对它真的是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它的做工 它的工艺 它的设计 真的我超级无敌喜欢 那恨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了一年之后 它都不能平摊 对于一个活页本来说 它不能那样 一打开就自动摊平 真的是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 那你写字的时候 就需要刻意的将手压下去 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吧 它已经基本上是平摊状态 就是如果我这边有纸的话 那就是很顺利的 就是一个摊平的状态 所以现在呢 就是已经调校的蛮好 你看它的颜色也有变化 就是现在发红棕色了 我觉得很好看 它本身的这个油光就非常非常的了得 我这个本子里面装的内心呢 一直都是我在做视频方面的一些想法 一些规划什么的 前面的是待日期的那页 后面的就是这种小方格的那页 那在前面待日期的部分 我就会写我哪天计划要做什么视频啊 哪个视频上了呀 哪天我要搞抽奖活动啊什么的 后面空白的页面呢 我就用来写每一个视频 就是大概的一个大纲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视频 最爱用我六月最爱的文具 都有拿几个什么顺序这样子 我就这个本子是来做这个作用的 今年已经到六月了嘛 就一直都在用这个外壳都没有换 很喜欢这个外壳 我觉得这样讲可能非常的夸张 让人觉得非常矫情 但是我每次用这个本子 我拿到它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这个本子做功了得 真的是戳中我的设计 其实我重点还不是要抢这个本子 当然这个本子也是这个月的最爱 我重点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拿这个电板来是因为 不想露出一些还没有拍的视频的内容 不想剧透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分隔页 它上面呢有用这种类似金色 但又不是金色的颜色 印了这种字母啊 这个手写字母的一些模板 然后呢旁边有一个长长的笔叉 可以非常好的保护你的钢笔 或者你别的笔 就跟我这个本皮自带的 这个笔叉的设计特别类似 电板挡套嘛 但我往后放了一页 就两边都没有字了 就是这个电板买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剪开这个洞的 但是我自己把它剪了 所以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撕下来 就是在这个洞这里剪一剪刀就好了 把它剪开 那么呢我就把它当做一个书签的功能 我现在写到了哪一页 我就把它就卡在这一页 那么每次我打开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那只笔在的地方 就是我要翻到的地方 随着你在接着往后用的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有很轻松的把它拿下来 去插到后面去 再加上它自带这个笔叉的功能 我这一个 我这一个活跃本里面呢 就可以带两只钢笔了 我就是觉得很棒 因为以前它这里没有剪开的时候 我每次要把它换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不得又开环拿出来 然后再那样弄就很麻烦 所以现在我就这样剪了之后 大大提高了我对它的使用率 就是因为更方便了 这个点子还不错 有类似的分隔页 再接下来是分享一个超级基础款 它是一支双头铅笔 大家看到了 它是日本品牌三菱的一支红蓝双头铅笔 这个笔呢 平时我有可能会把它拿来 给我画的画打底稿 就是我之前多次在视频里面提到过 我蛮喜欢画画的时候 用红色或者蓝色去打底稿的 第二呢 是我蛮喜欢把它拿来 放在我的书里面夹着 然后看书的时候 有什么想要高亮的一些文字 我就拿这个红色或者蓝色去划 在书上划 我知道有的同学是那种 看书的时候 我是一点都不能破坏那个书的 不能在上面写字 也不能做记号 我是完全可以的那种 就是我会在上面写字 会在上面画我想画的地方 有什么感想 我会写在书上面 然后包括我会折页 就是可能会让很多强迫症的同学 就要发疯的那种 但是呢 我不可以就是 如果不是我为了做记录 弄出来的折痕就不行 例如说 就是前几天有一天 我坐在一个地方 然后小哥从另一个房间过来 我就说你把我那个房间的 什么什么书拿过来 然后他给我拿过来 可是他没有拿到我的面前 而是这么非给我 就是你们晓得 离我还有好几米的时候 就这样飞给我 然后呢 就是又没有准头 那个书就直接落到地上 是整个大批刹的方式落在地上的 然后上面就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页面 就被那样压到 就很奇葩的一些折痕 那就不是我为了做记号的一些折痕 这种我就受不了 我当场就是那种 要拿起地上的弓箭 就是要射箭的那种 就是非常气了 就是我就是会用这个笔 去在书上做一些批柱什么的 然后也拿它来画画 就是现在 我估计很多人长大之后 就不怎么用铅笔了 尤其是你不去画画的话 但是有时候你拿着铅笔 你去用它在纸上去画线 去任意的写一些字什么的 你会觉得那个触感 是非常特别的 如果你已经想不起 那个感觉的话 我建议你去找一支木头铅笔 就是感觉你在跟纸张 有一种非常亲密的接触 感觉我觉得就是很棒 另外这个笔 非常复古的设计 我也很喜欢 我的红蓝铅笔有好几支 这是其中的一支 但这一支就是非常的复古 所以最近都有把它拿在身边 夹在书里 或者拿它画画 所以在这个月的最爱里面就想提到它 然后还有三支笔 就是我之前不是专门做过这个测评了吗 就是蜻蜓的双头笔 我当时是有把所有颜色做一个色卡 但是在我日常的使用当中 还没有那么多时间 真的一支一支都去仔细的玩到 那这一周我做了很多 这样子类似染卡一样的东西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张 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视频里面 有分享这个制作的方法 你拿一个那种塑料的膜 然后选出你要用的颜色 我当时用的是这三个颜色 绿色蓝色跟黄色色号在这儿 我当时用这三个颜色 然后就胡乱的在那个塑料膜上面画 然后喷水之后 这个就是Rodia的纸 我就把它按在这个纸上 等它干了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水彩晕染的背景 哇塞 我就觉得我好喜欢 这个蓝绿黄三色混合之后的这个效果 就超级夏天超级清新的 所以当时我就在上面写了一些 夏天主题的 画了一点小画 什么夏天喝啤酒 就是写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会 给朋友送礼物什么的 我就会自己去做一些卡片 如果真的是要给朋友的话 肯定不能用这么薄的纸了 要用那种水彩的纸 这个就是我当时做实验 因为我想看什么颜色 放在一起会好看 所以后面我再发现 很妙的组合的话 我再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 我当时做了这个之后 我就发现这三个颜色 放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就把这三只 专门挑出来了 后面又做了一些七七八八的实验 但是这个是最完整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这个 如果是可以看YouTube的同学 你可以去搜这套笔 真的是无数的玩法 就是大家都太厉害了 我现在依然在学习当中 讲完了笔之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垫板 这个垫板是一个国产品牌 叫做Kaze还是叫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它家怎么念 太尴尬了 Kaze 他们家出了一个垫板 这个是A5尺寸的 它是这个亚克力的感觉 但是这个星球 在这个透明的下面 所以有层次感 然后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字母 最上面是一个黑色的金属夹子 设计蛮简单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好看 大家也知道我是那个星球控 就是星空梗 这些我都非常喜欢 这个就是没什么可说的一眼 看过去就是好看的 然后我拍照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把它放在 摆拍的东西里面 那平时呢 我也会把一些碎纸 就是像我Rodia那种本子 我会写了就把它撕下来 但是有的要扔有的不扔 我就会把 要留下来的 就会用这样的夹子夹着 就这样来保管 平时就扔在桌上 就是又有实用度又好看 真的非常喜欢这个 接下来呢 就是要分享这个月 特别喜欢的两个小素材 这两个都买了很久了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在就是最爱里面讲过 这个月 这两个正好就是放到眼前了 你知道很多时候是命运的安排 这个月这两个东西用的多 这个是来自景宫的Kita系列当中的 猫的这一款 里面超可爱 是这样的四个图案 然后它们是合纸的那种 它自带离形纸的 所以你就一片一片的撕下来 把这个离形纸撕掉 你就可以贴了 我不知道这里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我已经用掉蛮多的了 除了这一条 我用的比较少以外 另外三个比较简洁的 白底的我都用的很多 像这个黑猫 我很喜欢把它当做小的分隔线 就是比如说上面我写了to do 然后我贴一个黑猫在中间 下面我再写别的 就是做分隔线 这个四个猫脸 我在我的国语字我上都贴过 就是横跨两天的某一时段 这个样子 包括这个猫也是超级可爱 这一系列我真的太喜欢了 它们最近在Instagram又说 要出很多新品 真是看到就要炸了 因为这个系列 真的从没有让我失望过 非常喜欢 这一个呢 我就不知道 跟我同款的同学多不多了 我知道有Kita的人很多很多 这个是韩国的文具品牌 叫Iconic 它们家的一个便利贴 这个便利贴 我感觉我是不是说过呀 但是就是我依然还是很喜欢用它 所以我如果说过我就再说一遍吧 这个便利贴椭圆形的 然后这一套呢 是比较小清新 左边是这种粉粉 右边是绿绿 然后它最妙的地方在于 它是半透明的 就是真的是50%透明那一种 那写了字之后 你贴在书本上 或者是贴在你自己手帐上 是若隐若现的 下面的字其实是可以看到 然后上面又有那样一个层次的感觉 在上面 包括你用来做拼贴也会很妙 所以我喜欢它的主要点在于 它是半透明的 也好看 然后又有层次感 就让我很喜欢 它这个便利贴的粘性倒是一般 我有时候会自己再用胶去粘一下 但是主要是好看 倒是第二样 我要分享这个本子 学生党同学又要笑我了 我又玩大家玩剩下的了 就是它封面是这个样子的 是半透明的 我就是不想把我前面写的乱七八道字 给大家看到 所以我就不这个样子了 就这样 它是半透明的 这个本子国语的 这个系列是不是叫Smart Ring 它是叫什么 具体它叫什么名字 我写在那个置顶评论和info box里面吧 因为我就是都记不清楚 或者我知道有很多同学 是知道正确答案的 我就觉得超适合那种 就是要随身携带本子的人 就是我之前有时候 要做一点电话的会议 我就会拿着这个本子在上面 就是就写一下会议的记录 有时候做那个头脑风暴 所以我前面都写的暴乱的 就是这样随便给大家看一下 超级乱的 完全没有在管的 就真的是会议记录的那一种 我觉得好好用 因为你可以整个这样去对折过来 那你就可以这样竖着去写 你就没有还的这个问题 就算你是这样子对开着写 这个还言一点都不各手 因为这个本子太薄了 然后因为它是火焰 你就可以跟你的比较厚的火焰 做一个搭配 你平时要用的 就放在这个薄薄的本子里面 然后不用的 就放在比较厚的火焰 就放在家里面 这个随身携带哪里有重量啊 根本就是带着几片纸 就是我觉得国域的 有一些设计真的是蛮方便的 马路马好像也有出这种 很薄很薄的本子吧 反正我这个是国域的浅蓝色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 真的性价比好高 同款的同学举起小手 我的天哪 真想这最后一样东西 真是不容易了 把电脑也拿来了 最后一个东西不是文具 但是我觉得我们玩文具的同学 很适合有这个东西 它叫做水瓶座 我当时收到它之后 我真的是笑喷了 它是一个迷你加湿器 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跟我拳头差不多大的 一个加湿器 那它不带这个瓶子 就是我自己的瓶子 就是买了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底座 加这样一个USB的线 我是看那个 就是有个公众号 叫十六婆报告 应该很多同学都有订阅吧 就是有一次他讲他出国 然后他就说 他在飞机上有用这个USB的加湿器 在飞机上用 很怕机舱里面很干的那样一个人 我本来就是干性皮肤 我就很不能忍受干 所以我看他讲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也去买了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个神器 所以我要放到这个月的最爱里面 这个东西 我当时买的时候才58块钱 我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现在不是像一些国际航班 都是有USB接口的嘛 我就可以把这个放在我的小桌板上面 然后就可以加湿啊 它上面你就随便插一瓶矿泉水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开关 就按一下就可以用 现在我把接在电脑上接好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从这个小孔里面 就会出这个雾 看见了吗 镜头上应该看得见吧 现在是关了 现在是有 对它就是雾还蛮细的 也没有什么声音 反正在飞机上面 飞机那么吵 就是完全就是不会影响到什么 然后就把它对着自己喷就好了 找空姐要一瓶水可以不停的用 我之前在手帐里面提到了这个水瓶座 然后就有同学给我留言说 它的一瓶一云可以喷十几个小时 我自己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小壶状 哎呀我的手机我把它扔了 我自己就是用这个小壶状的水 所以我还不晓得 一瓶真的矿泉水弄600毫升的能支持多久 因为我马上又要坐长途飞机了 所以我这次一定那个达包行李里面 会把这个水瓶做带上 我觉得这个名字太中二了 所以每次提到它我都要喊它名字 OK以上就是这个月的最爱里面 我想提到的东西们 其实这个月还有像喜欢的钢笔 喜欢的印章什么的 都是以前跟大家讲过好多遍了 所以我就不在最爱的视频里面 再单独拿出来讲了 反正就是那些大家都听了无数遍的东西 所以呢也是尽量换着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具体我提到的东西我会放在B站的置顶评论 和YouTube的info box里面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那里再看一看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我评论 点赞收藏转发等等弹幕什么的那些 哈大家都明白的 好了下个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